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相当不错的一所大学 卡蒂夫大学他们的传媒学院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的传媒学院是创建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 而且它是英国第一个独立的新闻学院 而且它也是欧洲首个新闻学院 所以卡蒂夫大学他们家的新闻学院是历史非常久了 而且它也是被评为全球十大新闻学府之一 卡蒂夫大学他们的新闻和传播学院 其实是位于英国BBC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旁边 所以它有个非常好的先天的地理优势 对于学生在实习这一块 其实也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到BBC里面去进行实习 另外其实卡蒂夫大学他们传媒学院有很多教授 其实也是来自于BBC 卫报还有泰晤士报 像这样一些英国知名的一线媒体 另外卡蒂夫大学他们新闻专业他们的排名也是非常好的 他们在英国是排在第三 在世界是排在第23位的 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像卡蒂夫大学这样一个非常王牌的专业 它录取要求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 所以在这里就推荐给大家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卡蒂夫大学他们的新闻传播学院 有开设哪一些硕士项目呢 在这里呢 艾莉用张图片的形式给大家总结好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卡蒂夫大学他们目前的新闻传播学院 开设的硕士项目呢 一共有7个 有6个项目呢 他的录取要求是一样的 另外单独有一个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这个项目他录取要求要些微高一些 前面6个项目针对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 他的录取要求呢 是这样的 卡蒂夫大学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中国大学认可的一个清单 有他们的list 他们认可的Tier 1的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一个均分要求呢 是要达到70% 他们认可的Tier 2的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呢 均分要达到75% 他们认可的Tier 3的中国大学高校毕业的学生呢 他们的均分需要达到80% 另外呢 他们最后一个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他的录取要求会高一个5分左右 那么中国哪一些大学是卡蒂夫认可的Tier 1的大学 或者是认可的Tier 2的大学 或者是Tier 3大学呢 在这里呢 Ivy简单的给大家就是举个例子 因为清单比较长 所以呢也不方便做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 卡蒂夫大学认可的Tier 1的大学呢 就比如说中国的安徽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海兰大学等等 主要是一些985211的院校 他们认可的Tier 2的大学呢 有安徽医药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还有像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像这样的大学 他们认可的Tier 3的大学呢 有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 广东理工大学 还有桂宁旅游大学 等像这样一些大学 那么呢 简单的介绍呢 他们传媒学院的数试课程 有开始拿一些 然后包括他的一个录取分数要求 那么还有一个点 大家也会比较关注 就是他们这个新闻学的数试课程申请 是否需要你本科是同专业才能申请呢 在这里的话 Ivy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整理 大家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 卡蒂夫大学 就是之前我给大家列出来的那个图片上的 那七个专业项目啊 第一个项目 他们的国际新闻学硕士 这个项目呢 它是接受学生可以跨专业申请的 它对你本科专业是不限的 他们的第二个项目 国际公共关系与全球传播管理硕士 这个项目呢 它也是接受学生跨专业申请的 它对你本科专业背景是不限的 他们的第三个项目 新闻还有传媒硕士呢 这个专业的话 它需要学生最好是学人文啊 社科相关专业申请会比较合适 他们的第四个项目 政治传播学硕士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的申请呢 也是不限学生本科背景的 他们的第五个项目 数字传媒与社会 这个项目呢 它的录取呢 也是不限学生本科专业背景的 另外呢 他们的计算与数据新闻学硕士课程呢 也是不限学生本科专业背景的 他们最后这个项目呢 也就是他们均分要求最高的这个项目 这个文化与创业产业这个项目 它的录取的话也会需要你本科 是人文或社科类的专业背景 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话 对于学生申请来说 会更有优势一些 今天呢 关于卡迪夫大学 他们家的新闻传播学院 相关的硕士课程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啊 大家假如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 特别是关于自己的大学 是否在卡迪夫大学 认可的清单上面 或者是在哪一类清单上面 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不是很确定的学生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tephanie老师 我魔力教育呢 在魔力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 澳洲 还有就是进行的 还有香港的文学申请啊 新证办理 还有就是文明办理啊 等这些业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阿玉老师 魔力教育 我们留在申请 先生服务 到后期的接级和住宿 都可以给您提供 一个便捷的服务 给您自考的游学体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henaya老师 魔力教育专注 已在线上和线下 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 Shenaya老师在企业 有着十年的工作 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 两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henaya老师 魔力教育虽然在网络 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心的服务 好 我只是在网络上 都发现得很无聊 那是活动的 即选个原因 都不在意 得人和就是 老师 公司 小剑 西庄 公司 迁 公司 公司 людям 成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